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 怎么都睡着了 让我再睡一会儿 快醒醒 山里有个老豪山 好的 都行了吧 那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一安说晚安 聊天说地讲故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安说晚安 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 余沐阳 欢迎 欢迎 真的是很少看见余沐阳当值班主播 这次真的是难得看你当一只值班主播 是的 好 那现在就来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你能说的吗 自我介绍啊 喂喂喂喂喂 能不能正常一点啊 喂喂喂喂 那么我们就从谁先开始呢 我是阎哥 我是阎哥 我是你的 我也有 方嘉诚 那么前段时间呢 我们出了一套花的神鞋 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吗 花的吗 好像我中途 好像我是抢了摄像机 拍了几张 你跟复印哲 你知道吗 但是可能一张都没有用上 可能有些照片 可能就是我拍的吧 因为我是偶尔闲着无聊拍 然后就给它存在那个电脑里面去了 可能他们回去选的时候 有可能就选到那几张 一张都没有用上好吧 怎么可能 一张都没有用上 我跟你讲 我找的角度 就跟他们拍的角度 找的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是我拍的人 可能就灵魂上 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吧 而且没两个表情 可能会不太一样吧 因为是我拍的 所以又做了灵魂 又 我就是又 怎么变 好嘞 而且那些花吧 我讨完之后 我衬衫上面全是那些 花的那些颜色 很棒啊 就被挤出来了 我觉得这很特别 对啊 就很好 真棒 然后伤伤的 而且我们眼神还 我们脸上还贴亮晶晶 亮晶晶的东西 亮晶晶的东西 他说我上一跳 那好吧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们一个个都是花仙子的感觉 虽恒 虽恒它贴在哪儿的 它贴在牙齿上面的吗 没有 鼻孔 那是贴在哪儿的 我看了就贴了几个 眼球上面的吗 难道是 很棒 很棒 你真的很棒 眉毛上面贴满 那你们觉得那套 谁拍的最好看呢 当然是你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一般 其实我觉得 哎呀别人夸奖你嘛 就是 还故意岔开话题 我觉得 说真的 我觉得迟疑的 他拍的非常好看 迟疑的 我觉得他那个 真的拍的很棒 我觉得迟疑拍 他那个他前面的表情好凶 后来到后面的时候 才会变得比较就是优美 嗯对 他前面像那个摄像机 跟他有仇一样 盯着一下就 为什么拍我 我是花花 是花花 是小花花呀 哎好嘞好嘞 那如果是你们抽的话 对不起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哎呦 哇塞 都说一下 都说一下吧 都说一下 都说一下 有吗 有 那我真的很尴尬 就我还 你们说 你最帅我想抽到你的 哦 帅 对对对 好来 你们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一下 好吧 能不能不重钱啊 哈哈 可以啊 哎 这个我觉得可以了 你真的是 我跟你讲哦 这些照片呢 公司它们都是有存图的 你可以直接找公司样 你知道吗 对啊 是不是 那我去下单软件干嘛 对你不用下来 谁让你重钱了 我们这些 他们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重什么钱啊 我们我们自带 S.S.S.R. 哈哈哈哈 连就摆在这了 而且毕竟我们 就C.P.是S.S.R. 这算你 被弄不到的话 那些粉丝也会在 微博上面罢了 那些图也都发出来 对啊 你到时候 你可以在微博上面 搜我吗 微博上面保存 对对对 那如果是你们 哦对 说到什么卡 你说过了 好 那我们去谈一下一个话题 我们拍摄期间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哈哈哈哈 还很 请你 请问一下 你知道这稿子念 有意思吗 有意思呀 我说什么 我叫龟神 就是我就是 龟神有计划的读 你知道吧 哇塞 你好厉害哦 调理 调理清新 我觉得你又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不 这是调理清新 果然说你是复读机 哪像你 这想到哪儿 复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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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说好了 复读机 给你这样还伤嗓子 但是伤嗓子 还伤嗓子 我来聊一下拍摄之间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吗 你们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闻了花的香味 我拍这个生血的时候 然后我在这拍摄的时候 我就放了那个 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 我不要讲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那个主机器 当时我真的感觉 我自己像在魔法世界一样 然后就是 只有那片有花的地方 像是魔法世界 然后突兴之后 就灯光啊 工作人员啊 然后垃圾啊 全部都摆在那儿 就差别就特别特别大 但其实 拍摄的时候成片 我当时觉得 就是那么朦胧美的那种 对对对 没有我觉得 我有些话都没有见过 有一个 特别好看 我 那个 我不知道是哪个 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去抽奖 然后你再 不要到底是哪个 对 又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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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当时我们拍的时候 那个 上去拿一次那个 纸 对 那是非常梦幻的 嗯 好的 那么节目的开始呢 就让我们先听一首 好听的歌吧 我们今天推荐的歌曲是 一安中学 一起翻唱的 南征北战千杯的 歌曲 绽放 一起来 听一下吧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 一安说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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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一安电台 这里是一安说晚安 好了 那么听完好听的音乐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环节 我们有点爆 叫什么鬼名字 就是你们有点爆 爆了 妈有点爆 你这个叫嘴皮有点漂亮 OK 来继续 最近两期我们逐渐推出了几个新的环节 大家喜欢的环节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也得爆是什么样的环节呢 会根据每次参与的人 针对他来进行一些爆料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这个已经 大家已经肯定 已经经历过很多次这种环节了 对啊 以前不是快问快答吗 没在怕的 我们敢颁复为怕 快问吧 快问 你们先来问我 好的 行 对 好 要一定要在稿子上吗 对 一定要是稿上的 好 第一个问题是 最近他买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 请你把名字说出来 好 就是最近我雷默 木木黑土是吧 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 木木黑土 最近他买过最奇怪的东西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你们投一回 哇 摆账 不 他这 摆账 哇 这个 这个我要最有发言权 最近买了一个钟 而且知道吗 那个钟就是一个木板 上面就是很多种那个那个 利件 而且 是吧 然后就是他们 摆账 摆账 它是一个钟骨 就是它不加外面的那一层 就是那种框子 它只是里面的那些齿轮啊 然后加那个 哦 那个很好看 对啊 就很好看 他说 他非得说先炒 好看 不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吧 而且那个钟 他就跟那个 这叫做艺术 就跟那个 涌动机 这个叫艺术鲨鱼歌 哇塞 兄弟 他那个每天 每秒都在想着 我说我应该能够忍受到 那个钟摆的声音吧 但后来我 就睡了很久之后 我发现 哎呀 这个声音实在是有点太吵了 我每秒都说声音 给他停下来了 然后早上的时候 然后再把时间给他调回来 而且他这个很容易滚 今天早上就一直响 一直响 我就是我那个 当当当的声音 我那个整天暴时 有点出点 出点问题 真的是有一点问题 兄弟 你过去大了去了 好 那我来问余梦阳 余梦阳 你最近拍照 最久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 每次拍照 不是 是我们 来讲 他最近拍照 最近的一次 他每次拍的都很久 对 我是觉得他拿到手机 就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他都在自拍 然后找脚的说 哎呀 我这个好帅哦 我以为快过来看一下 其实就很一般 有一次好像就是什么 就不同的颜色的那种 哦 我是他拍了一个小时 很久以上 对对对 我就在旁边坐着 我的天呐 哦 不行 这张不行 头发乱了 啥的用 就是我动他走吧 别动我 我觉得他每天的生活就是 在宿舍外面是自拍 然后到了宿舍里面的 然后就开始追剧 哈哈 追完去之后 然后无聊了之后 就开始说来 我们俩一块 聊聊人生啊 啥啥啥啥啥 对 其实就聊什么啊 就是聊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这么无聊 其实追剧 对我非常喜欢 看国庆飞老师的戏 哎 他自己出来一个 都挺好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哈哈哈哈 国庆飞前面 是他的偶像啊 我没说 你没说清楚 我没听清 国庆飞老师 就是一个电视剧 都挺好 都挺好 对 可以去看一下 很棒的 下来一个问题 是问谁的呢 是问我们 深深的 对 这个问题是 对他最不能忍受的 行为是 深夜盛的话 我在想呢 深夜盛最不能忍受 他的事情是什么 我每次旁边吃东西 然后他都会过来蹭一口 其实他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 最不能忍受的 然后他蹭了一口 之后旁边都说 哎 他都忍受的 为什么我不能蹭 然后我一个方便面 我就只能吃到一两口 就吃不了 除非我 已经特别有钱 买了很多袋 其实我也很难得 吃一次泡面 然后就 我的泡面 就是我觉得吧 这个最 所以就是 关于吃的方面 我觉得还是孟文鑫 每天都在那 对 我觉得他是吃的 第一个 他是吃吃 就是你 但是其实也不能说 都不好 他每次拿到手机之后 他都会第一时间 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他有次 我觉得特别好笑 是他在那里点那个 应该是羊肉粉 还是什么 牛肉粉 那个牛肉粉 对对对 然后他送过来 是汤跟那个 因为面团是分开了 因为他怕 他怕坨嘛 然后那时候他就 他又有两碗汤 三坨面 那个面团 然后他就说 来吧你们先吃吧 你们吃剩了 把汤留给我 然后我自己在泡 然后他自己在那 抱个那个面团 看面团在啃 我天啊 我说你在啃红薯 我看这好可疗 你要不加钱 跟我们一块吃 他说不用 不用你们先吃吧 我觉得 哎呦 我觉得他可能 这就是生剩这个 是光在蹭 这个知道吗 对 他都不能点 对 我没手机 没手机 下次他有了 就来 你有了之后 你给我们点那个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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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点 你要不点球 你一生明迪就毁你一旦了 rendo吗 好没问题 好 好 接下来就是问颜柯的了 meillä没有撒娇号 谢谢你 对你的撒娇 上课的时候 是上课啥的时候 我 是颜柯对她的撒娇还是颜柯对我们 我倒是觉得 哎不是莫尔选 莫尔选已经只有大脑了吧 我倒是觉得颜柯好像没有对我撒过娇吧 对啊 好像 哎真的没有 我不怎么撒娇 对 颜柯很少撒娇 对他很少撒娇 他只是说 他只是说的颜柯就是看上去很可爱 但他其实并不是那种撒娇的性格 他其实就是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的 下一个吧 好 我来问 要不要不方嘉诚 呃不是 声音声你来问这个问题 对 方嘉诚帅到你的一个声音 你是普通话的 龙头 龙头 哈哈哈 阿温东 试一下 这个很帅 呃 他现在 哦 我知道他那次他那次他他他他不是在 就是他那他那次不是在 那个 那个舞蹈教室里面跳舞吗 像麦克尔那 对 不是他 我是觉得他前面跳的还挺好的 毕竟我们家麦克尔是无法被超越的 哈哈哈哈哈哈 跳着你 他像跳起来相对 相对就是上次他来 就是我们 A A组的那次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我感觉 发展真的进步特别大 对对 大 大 特别的棒 文艺 我没有注意到文艺的一个小习惯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开听的 嗯 不对 我知道 我觉得文艺的小习惯是什么 他小习惯就是他今天会跟别人聊天 然后他聊天的内容就是他自己自己口头上创建了一个养成戏的游戏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个 对对对 他口头上自己创建了一个 我还有一个 养成戏的什么武侠小说 哎你来 你有火系土系什么什么戏 你现在多少多少集了 是不是这个颖哥 就对对对 但是你说他看他看那些小说那些 啊 他是那些人物的名字什么剑的名字 这些都很清楚 真的吗 一线一门当时 啊 我的天呐 然后他自己他 就是那个 那种大陆的那些 对他在口头上创建一个自己的养成戏 那么修仙修仙有心 知道吗 就是观念等级的 打发时间的 我那天还逼他说说来给我来个一百一百级满级的超级的天 不行啊 图西水系什么什么系你自己选一个 我的天呐 还有召唤戏戏的那种 对啊 然后他每天来你开始打 OK OK 龙被惊醒了 哈哈哈哈 超 好吧你把这个龙打败了 你掉落了掉落了十个金币 你可以去你你可以去换什么什么 那可以去买东西 对啊 他吸我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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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创造的几天就有一些像那种刚刚推出去一部游戏很火的样子 全部人都来玩你知道吗 超级高兴 没有这个玩了几天就不 哈哈哈 然后我一夜创新的 我一夜创新的 我一夜创新的 每天的玩法 还是有事我是老虎侠 我是新牛侠 我是雷系 风雨侠 啊 风雨侠是风雨侠 哎呀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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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创新一个游戏的 不是老一家 你知道吗 对老一家 其实我和文艺已经还挺多 聊的话挺多 因为我其实我也挺喜欢看小说的 对 你聊 你跟他聊的没有我都有 哦不一定的 喂你说跟谁聊的多我跟你相似 他一般都是一个游 游戏角色在跟我们相处你知道吗 哈哈哈 就是游戏系统在跟我们相处 他大部分就说好你已经升到五级了 OK 他部分都他都是这个世界 他就说你们身体太慢太 对 然后说 发生手 他都听了他说 哎文艺我要挂个号 我要在里面一般挂 挂在那儿养家 哈哈哈 打怪够 OKOKOK 我们不行了 直接升到四级 OKOKOK 收住收住 这样就说 走火入博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也说我唱个游戏 哈哈哈 唱容易容易嘛 哈哈哈 好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环节 我们有点戏 好吧 我们六个人会根据选择的影视片段进行台词演绎 今天我们要演绎的片段是 五顶外传 对 五顶外传 但是我们是用方言来演一遍 在用普通话演一遍 其实我们就我们就先用普通话演一遍嘛 方言演了到普通话就没啥意思了 好吧 然后我是刚才已经选过了吗 我是童相遇 我是 您想在哪里 我是啥 郭富勒 对我是郭富勒 我是黎大嘴 家 祝福双 我是莫小贝 我是前夫人 那方言就是 绿秀菜 好 来 你来 进入进入角色啊 来 music 背景 噗 噗 普通话就好了 嗯 普通话 哎呀 感谢你们婚人是这样的 不是 她是女性角色 你这是 哎呀 哎呀 感谢你们婚人是这样的呀 还整一个垃圾场吗这是 看着不太干净 哎呀 哎呀 普通啊 看着不太干净 说完说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哈 再看看这几个家伙呀 哎呀 一个张头是什么傻不辣机的样 看着傻 一个哥都 哎 等一下 你干嘛 看着傻 一个哥都鸡贼着呢 哎呀 我呢 他不是 他不是不想去买你们这个店 可你这个店 也太破了点不是的 其实是破 简直就是踩不人 郭富勒 会不会是生意 会不会是说话呀 啊 这个店 那虽然是破了一点 但还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以前呢 还是住过很多 以前呢 还是做过很多名人的 嘿嘿 名人 鸡无命你知道吗 就 就那道神 就死在你脚下 妈呀 你干嘛呀 别怕 瞎说啥呢 明明死在大堂 是自杀 死在性感情愿 没有机会 没事 他白天一般不出来 也 也就晚上出来溜达溜达 你要见着 就 喂喂 你好像 好像我们小时候 在读课 我们的感觉 春天来了 喂 小燕子他会来吗 哈哈哈 你要见着 就全都没看着 啥啥 你们 你们这咋还闹鬼呀 哎呀 听他们胡说 伙计们是不想卖 可以理解的 谁说不想卖了 我跟你说 就这儿破地 我跟你说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 燕子来了 一光风 满月都是树叶 扫都扫不干净 一下雨 那个景儿就翻味 恶心死了 呵呵 是的呀 臭的来的一塌糊涂 隔夜饭也呕得出来 这个都不算 谁是 你很好 小燕 你掉了这么多 哎呦 李大嘴 干你了 李大嘴 不是郭芙蓉 我说完了 没录我等一下再录一下 李大嘴 哦 督台的风 呗呗 督台的 灶台 灶台 灶台的风箱里面还都是 耗子窝 嘿 哈哈哈 Jesus Christ so dirty place 不要说了 不是他这个是后面 他后面让人让人 让人家普通话得形成反常 不要说了 谎言假设话还有样文 那他浅夫人根本都听不动 谈话的时候 那叫普通话 浅夫人 我这个地儿是不怎么样 你要是觉得好呢 你都开个价 你要是觉得不好的话 我就换个人谈见 同常规啊 你看你别着急啊 不吗 哈哈哈 耶 来来来我们用各自的方言好吧 如果真的是讲办法来方言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那个谱 我讲话吧好吧 好吧来吧来吧 我 我无话可能不是特别腰准了 没关系 这什么事 准备啊 准备啊 好了你们开始吧 哎呀 赶紧我会是这样子啊 他整个垃圾厂吗这是 女的女生角色 哎呀 赶紧我会是这样子啊 他整个垃圾厂吗你是 你在干嘛 你再来 哈哈哈 你是你是中毒还是 哈哈哈 哎呀 赶紧我会是这样子啊 他整个垃圾厂吗这是 看到架 不是特别干净 你稍微收拾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看着这个伙计们 啊一个账头 什么什么垃圾厂啊 看到起一个个的鸡嘴 看到起一个个的鸡嘴的很嘞 哎呀 我嘞 他不是不想卖你们这个垫吗 看你们这个垫也太破了垫 也太破了垫啊 确实是破 简直就是查不认读 郭副总 会不会做生意 会不会说话呀 啊 这个垫虽然是破了垫 但还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以前 以前还是足够还有多名的呢 娘人 鸡无名你知道吗 就那 就那 大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死的你脚下 妈呀 哎呀不要爬 扶着老师嘛 明明是在打趟 是直撒 是的心肯全面几位 某个事 他脖子一般不去了 一九万上去了 溜达溜达 你要看见就全都没看见吧 哈哈 啥 啥 你们这 砸脑鬼啊 哎呀 你听他们俯说 或许没事不想卖 可以理解一下 那个时候不想卖了 我跟你说 就这个破点 我跟你说 我一天都待不下去 一关风 万人都在数月 上都晒不赶紧 一下雨 那个劲就翻尾 欧欣死了 呵呵 死的呀 臭的一塌糊涂 哥也翻得越欧得出来 哈哈哈哈 我们是怎么说 去来 欧得去来 我的钱 来那个 郭富蓉 这个都不算什么 我干你公啊 最恐怖的是这个舞顶哦 哎 他这个方式台湾的话 我干你公啊 哈哈 这个舞顶哦 我干你公啊 最恐怖的是这个舞顶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灶台 那灶台的风假里面都还是耗赌哦 嘿 Jesus Christ So dirty place 不要说了 房眼 秃家 家乡府还有养闻 人家钱粉根本听不动 坦白你死侯 要这样普通话 前夫人 我这个店是不怎么样 了解的口语的话 你就开个家 你要觉得不好的话 我就换个弹去 通壮规啊 别着急啊 哈哈哈 哎呦 完了 真的完了 哇 我这个 我这舞话 可能不太标准 大家借料吧 大家借料 我们借料 借料 Jesus Christ 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推歌环节 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 陈一逊前辈的 浮夸 最开始陈一逊前辈选择这首歌 想要自己填词 来表达对于好友张国荣的思念 但最后 他还是没写出 令自己满意的歌词 最终向这个任务 交给了黄伟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听着好听的音乐 也别忘了下周五晚 九点准时收听一安电台 一安说晚安 不线不散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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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日问我 我就会说 但是无人来 我期待到无奈 有话要说 得不到壮裂 我的心情又像 ��려等被揭开 最怕却在阳青苔 人潮内越混济 越变得不受理睬 自己要搞出意外 唱突然的歌歌 任何地方也彰开四面台 穿最闪的衣服 搬十分感慨 有人来拍照 要记住拆袋 你当我是爆炮吧 夸张只因我狠狠 指木头死石头的话 得到主意吗 其实把悲望的脂肪带来烟霸 恨不安怎会幽雅 世上的幻山中沉默不够爆炸 怎么有话题 让我夸做大娱乐家 那年十八 无效无悔 暂着如流落 那时候我含泪 发誓各鬼 别谁看得我 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 目穿你住哪一座 情爱重工作 重受过的佛事太多 自尊以暴径跌跌跌 总是能自偷我 你曾获得可便知我为何 但轮作很多 犯下这些错 各人们看看我生病太多 你当我是包夸白 夸张只因我狠怕 只剥堂是石头的话 得到主意吗 其实把悲望既知放大来烟霸 恨不安怎会幽雅 世上还赞中尋了 不够爆炸 怎么有话题 如若我夸做大娱乐家 你不说意啊 结果多 就说意完被烟霸 恨不安 Mis即碰rition selector Minx问 赞中尉 今晚洁计己 超停止 不安か 扒自你 jed mil 我们现在的ihic 索侯 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